复仇的金雕 村民阿田经常会和朋友们在村南投的山上安装一些捕鸟网 每天它们都会收获十几只 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抓到更多的鸟儿去贩卖赚钱的 希望今天可以多抓一些鸟 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去餐厅兜售 晚上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丰富大餐了 是啊 今天早晨起了大雾 这些鸟视线不好 很容易掉进我们的捕猎网 我想应该可以抓到不少鸟儿的 你们看 天上飞的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好像是一只金雕哦 哦 好像真的是一只金雕啊 如果我们能抓到一只金雕那该有多好啊 要知道 一只金雕在黑市上可是身价不菲的 最多可以卖到五六千啊 抓金雕 阿田 要知道金雕可是国家级保育类动物 抓它可是犯法的呀 我们不能做犯法的事情的 你还当真啊 金雕可是非常凶猛的 要想抓住金雕 谈何容易 你们看 这是一只什么鸟啊 怎么看上去好像是一只小金雕啊 哈哈哈哈 对的 它的确是一只小金雕 真棒 我们发财了 这只小金雕怎么说也能卖个两三千的 阿田 你不会真的想卖掉它吧 当然要卖掉啊 既然抓到了 为什么不卖呢 这件事只有我们三个知道 只要我们谁都不说就不会有事的 阿田你看 那一定是这只小金雕的父母亲 多着急啊 不如我们将它放掉吧 是啊 阿田 把它放了吧 放掉它 门都没有 好 宋记门来的财神 怎么可以将它推掉呢 它可是值两三千块钱呢 求财心切的阿田对金雕的哀叫声中耳不闻 它飞速地跑下山 然后一头钻进车里 蒙踩油门直奔家里而去 那只金雕则一直在空中紧追不舍 不要叫啦 真是太烦人了 小家伙 这几天你最好老老实实的 可不能死掉 阿田 那只大金雕一直在你家上空不停地盘旋叫着 你还是将这只小金雕放了吧 是啊 你看这只小金雕 它在这里面这么折腾 已活不了多久的 是啊 这只小金雕很难养活的 既然养不活 那就放它一条生路吧 你们俩 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总想让我放掉这只小金雕 哼 就算它死了 我也不会放掉它的 被阿田抓住的这只小金雕不吃不喝 一直不停地撞击着笼子 第二天一大早便死在了里面 真是可惜了 竟然真的死掉了 这只可恶的大金雕怎么还不走 整天叫个不停 真是太烦人了 你快给我滚得远远的 你的孩子已经死了 不要再叫了 你这个家伙究竟想怎样啊 再不走 我就把它煮来吃 哼 终于走了 真是不见黄河心不死 阿田吃掉这只小金雕以后的半个月 一直相安无事 而那只大金雕也许久没见踪影 忙了一上午了 我们休息一下吧 对 休息一下吧 我也是好累的 哎呀 金雕 竟然有一只金雕飞过来了 阿田 小心 那只金雕好像是冲着你来的 哎呀 好痛 救命啊 救命啊 快走 你这个家伙 疯了吗 竟然敢袭击人 快走开 快给我走开 在朋友的驱赶下 这只金雕终于一边愤怒地鸣叫着 一边直飞云霄 很快便消失不见了 但是阿田的额头和手臂却被金雕抓出了很大的伤口 阿田 你伤得可真是不轻啊 怎么会搞成这样啊 别提了 前几天在田地里收玉米的时候 我竟然被一只金雕给袭击了 那只金雕一定是疯了 竟然开始攻击人了 阿田 你说这只金雕会不会是死掉那只小金雕的父母呢 这怎么可能 那只金雕已经半个多月没看到了 它早就飞走了 不过 金雕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袭击人的 阿田 你遭遇的这件事情可是很罕见呢 要不怎么就说我倒霉呢 那只金雕真是太凶了 要不是大家及时帮我 估计我的眼睛都能被它啄出来 即便这样我也在医院里缝合了二十多针 想想都觉得可怕 阿田 幸好只是一些皮肉伤 你就好好在家需要一段时间 就会好起来的 很快 阿田的伤口便愈合了 这一天 几位村民都到山上的树林里采蘑菇 许久未出家门的阿田也跟随着大家一起上山 阿田 你怎么还敢出门啊 难道就不怕再被金雕盯上吗 哈哈 你不要取笑阿田了 想想上一次多危险啊 现在一提金雕 估计阿田下的腿都发软了 我才不会像你们说的那样胆小 再说了 就算金雕来了 我们有三个人 他也不一定抓我呀 搞不好会抓你们呢 哎呀 还真废累了一只金雕 金雕 金雕怎么又来了 阿田 你不要害怕 我们有三个人 这只金雕是不敢飞下来的 更何况你不是说了 就算它飞下来 也不一定就攻击你 然而 那只金雕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后 竟然像一把利剑似的从空中俯冲下来 直接在阿田的肩膀上狠狠地猛啄了一下 哎呀 好痛啊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有三个人 为什么那只金雕偏偏要袭击阿田啊 好像他和阿田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先别管那些了 阿田的肩膀被金雕啄了一个大洞 我们要赶快把它送到医院里去 不然流血过多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这一次 阿田又到医院缝了时针 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 金雕都给了阿田沉重的打击 而一些谣言也开始在村里流传了起来 阿田他一定是得罪山神了 否则怎么会接二连三地被金雕袭击呢 是啊 金雕攻击人原本就很罕见 而且还连续攻击同一个人 那更是罕见 阿田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 才会遭到这样的报应了 有可能 阿田他喜欢在山上捕鸟 可能是他捕捉的鸟太多了 所以才会遭到这样的果报 阿田 你还敢出来啊 难道就不怕金雕再飞来吗 不要再提金雕了 不要再提金雕了 我现在听到就害怕的 看来阿田已经被金雕吓破胆了 是啊 这两次袭击也真够他瘦的 阿田 袭击你的那只金雕就是被你杀死的那只小金雕的父母 他这是在向你报仇呢 是啊 阿田 我想那只金雕是想让你替他孩子偿命啊 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这些天 我真的被那只金雕给吓死了 阿田 一人做事一人当 自己犯下的错误就要自己承担 我看你不如虔诚地向那只金雕赔罪认错 或许这样会取得他的原谅 啊 这怎么能行得通 更何况我也看不到他呀 你看不到他并不代表那只金雕看不到你啊 阿田 你就到院子里试一下吧 金雕啊 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自己错了 我发誓从今往后 我绝对不会再伤害一只鸟泪 希望你可以接受我的道歉 放我一马 人生在世犯错难灭 当有过错之时 应当下忏悔改过 方得对方赦免原谅的